《周永康案》 《周永康案》可能未来可能就面临这么一个难题 就是周永康能否配合审判 以及是否利用周永康案打出更多的老虎来 那么还有就是 到底它会变成一个政治案件吗 会不会出来一个反党集团 仅仅还是以贪腐的名誉继续打 现在我们不好判断 因为反腐本身具有正义性 它也比较容易得到民众的好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打着这么一个正义的旗号 来清除政治对手 这本身是一个 很多人都会使用的策略 而且在这么一个普遍 就是高层普遍贪腐的体制之内 这个党兵可以是指哪打哪 或者打哪指哪都行 因为什么呢 只要你打到必定有贪腐